完了兩天的時間 來這邊做個遊玩總結吧 今天是第三天的早上了 在角色的推薦部分 拼命戰神優先取得的是 慕容莎這隻角色非常好用 然後雲高涵雖然你隨著任務 他還是會一直送你碎片 但是這隻角色也是值得培養的 畢竟你在生性的情況下 都是要同名角色才行 玩第一天的時候 會有無限十連 然後最高可以十連抽中三張橙色的 那我們看一下戰力排行榜 他們使用的角色吧 下面的角色是可以去做參考價值的 然後這邊的看法的話 最主要就是先看等級 等級越高的前幾位 基本上都是主力角色 這是第二排 然後這是第三排 他有升級的話 基本上都是比較看重的角色 才會去進行升級 招式的選擇部分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招 然後他搭配的絕學 一、二 然後這是第二招 大刀無數 搭配的絕學 第三招 搭配的絕學 這是戰力排行榜第二名的 下面最強的角色 他前五位使用的就是這五位 然後這是第二排 這是第三排 招式部分 這是第一招的 絕學 這是第二招的 然後絕學 第三招 絕學 這是戰力排行榜第三名的 這是第一排最強角色 這是第二排 這是第三排 後面他就沒有升了 所以最主要就看40等以上 他有升哪一些角色吧 然後基本上啊 像前面所提到的 慕容莎 雲高寒 這兩位角色是必定拿取的情況下 像 媚學啊 或者是第二排的 紅菇 起風 金無雲 這些角色其實很常出現的 好啦 我們看一下招式 這是第一招 然後絕學 第二招 絕學 第三招 絕學 而在福利部分算是很不錯的喔 兩天就超過了200抽啊 就是全部都算下來 至少都會有200抽 然後再來就是 第一天你就能解鎖心願喔 你就可以把 你需要的角色別入心願裡面 前面的排行榜各位有看到嗎 為什麼他們會提升那麼多位角色呢 因為最主要就是這款遊戲 它是沒有等級同步的機制喔 它是要屬於單一單一這樣去進行培養的 我先培養一位給各位看 我們先找個一等的 一等的培養主要就是先升級 然後 修煉 然後修煉所需要這個丹藥啊 一開始都是需要綠色的 再來就是需要藍色的 然後這個丹藥你獲取的量是非常多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啦 那你有缺的丹藥 就是要透過去進行掃蕩 或者是去製作丹藥就行了 然後技能也是一件升級 然後升級的部分啊 這款遊戲 跟其他遊戲也不一樣 其他遊戲可能就是需要一些 肥料嘛對不對 可能需要個三張五張 它不是它就是很單純 你只要抽到同名卡 就能一直養上去了 那我們看一下丹藥的獲取圖性 除了主線的關卡之外 再來就是頁面上的炼丹爐 在這個地方你就先看 以擁有你有多少個喔 反正過千的你可以先不用練丹啦 然後 剩幾百幾百的你就是可以練一下 這大概是這樣喔 你可以花一點點元寶 然後快速去進行練丹 這有三個爐喔 各位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只看以擁有 像這個90而已啊 就是優先可以去進行練丹喔 然後要等30分鐘 看各位要不要等啊 那我的元寶部分現在有14000多 估計都可以拿到 兩三萬以上喔 因為我還是會去進行購買 在商店的部分還是會去進行購買 所以元寶還是有用掉 商店這邊啊 購買東西就是折扣優先 再來就是 看單要嘛 下方的擁有數 然後去做判斷 綠色的話最初期不用太多啦 因為到後面你會越來越多 然後再來就是不斷去進行刷新 好看你要刷新幾次都可以啦 隨你高興喔 我都刷新六次以上喔 反正我都把需要的都買一買了 然後上方的銅錢 這邊也可以進行免費啊 然後我會把第二階全部點完喔 第三階看各位要不要點啦 因為估計 走到後期也是很缺銅錢的喔 除了練丹之外 還有練工廠 練工廠就是擺角色上去 好他就自己在那邊升級了 就像這個樣子 好白鷹 你覺得好用的角色 你都把它擺上去 等30分鐘吧對不對 你也可以直接花20元寶快速升級 你看他已經升到20等了喔 然後雖然你等級越高啊 他升級就會越慢 好現在我又把20等的放上來了 繼續升級 頂多升到24等 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然後這個都是有次數的喔 一天有10次 然後下方這個升級 這是疊戰力的 上方是圖鑑 這邊都還可以拿100元寶 我很多都會擔得去頂啊 所以實際上 兩三萬元寶是絕對有的 然後門派生產 在這個地方就是生產 生品史之類的喔 或者是 主角的強化史 還有角色的經驗書 主角的話 首頁 右方 這邊有一個角色站著嘛 因為我是選女生 等下去就行了 在這個地方就是進行 強化生品 那最好就是 平均啦 就是等級平均 平均強化平均生品 這種模式的話 在共鳴部分才會有幫助喔 這邊有共鳴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還有寶石鑑嵌 寶石鑑嵌也是一樣 出席 就點一點就好了 遊戲的拍賣行 在這個地方就可以拿到 元寶的分紅喔 就跟 三國之幻想大陸是一樣的啦 反正 元寶是可以進行分紅的 然後紅顏系統 48級才會開啟喔 然後再來 在這個地方 領悟 閉關修煉 就是增加一些元素而已啊 這個就是一般的 角色上陣的技能 然後我們現在進行挑戰 這邊有招式嘛 這是有這些喔 所以角色排行榜的招式 你大概可以去對應 或者是進行參考一下 就是看他們用什麼 你就可以跟著用 戰鬥部分 是可以進行跳過的 但是它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第一天的時候是很乾的喔 你要推到15張以後 然後用掉大量的體力 賬戶等級 升到30等的時候 才可以執行跳過 也就是你要先打100多關啦 都不能跳過 好這一點的話 就變得很乾了 那之後就可以一直跳過 然後它一個章節 都是只有8關而已啦 所以第一天打15張 就是100多關吧 升到30等了以後啊 你就可以解鎖 跳過戰鬥 我還是建議說 你先升到30等 有跳過了以後 你再去玩其他的項目 因為大部分的關卡都能跳過 不過要注意一點 就是有一些特定關卡 精英關卡是無法跳過的 就像主線關卡 現在左上方 你可以看到 是27-8嘛 也就是每一個章節 就只有8關 在第8關 就是打精英 你是無法進行跳過的 再來 冥死刺探 最多的地方 就是只是進行挑戰 打氣氛而已 我們就略過吧 挑戰關卡 這裡有武林論劍 基本上也就是PK而已啦 或者是打雷台 打雷台 我這個伺服器比較沒有人啦 45名 戰力還有55萬的 我戰力都已經100多萬了 我這個伺服器 基本上沒有什麼活人 然後再來 這個就是掃蕩 這個應該不用介紹了吧 就是打材料的副本而已 門派踢館 門派踢館部分就是選 看來要選幾星的 然後不斷的往下推 最主要就是拿寶箱啦 然後每一天都可以再重置一次 他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50級可以進行掃蕩 這個地方也是挺耗時間的 臨死來襲 這裡就是打BOSS 角色排好就行了 買完次數 時間到他就自己打了 接下來你就可以領獎勵了 其他的沒有開啦 但是我覺得應該不是特別重要的 然後這邊 是公會 公會部分可以去進行貢獻 我都是點高級的啦 如果你有心的話 還是點高級吧 這邊最重要就是他的 盟會商店喔 他可以讓你換到一些關鍵角色 就像 梯菱角啊 慕容莎這些 這邊都可以去進行兌換 當然養成的話 基本上都是以換得到角色為主嘛 然後這是巔峰商店也是一樣 然後各式各樣商店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比武商店的 好一般的商城 這邊商城還是記得進來這邊 看有沒有什麼是你需要的 然後他都有打折 然後這邊是集市 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攻略 就看右下方 更多 攻略 點下來以後 點第二個 陣容 這裡有各式各樣的流 反正呢 你就等你抽到怎樣角色的時候 你就看你符合了一個 然後再來你就可以用這個參考推薦去打 但是最重要還是 心速要上去嘛 你也不一定要參照這個啦 我覺得你參照排行榜就行了 而且 隨著你不斷進行轉蛋 你的角色一定會出現一些變化 就算不是梯菱角啊 你的心速如果是夠高啊 T1角色也是非常強的 那梯菱角的話 你不養上去他是 一點都不強 玩法部分其實就是這些啦 還有一些更細微的 但是我是覺得沒有介紹的必要 因為那個就還好 普普通通 一切都大同小異而已喔 那剩下就是一些活動 我們就全部略過啦 那最後給各位看一下 手衝一樣是木龍沙喔 重點還是要筆記一下喔 像 首次的 無限十連抽 你拿木龍沙之外 不要覺得滿足喔 拿越多張越好喔 你的角色是越強的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吧 大家掰掰